半导体的春宴要来了吗 我们首先来看看台积电今天的这么一个大动作 睽违了快一年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今天坦诚 28奈米新技术确实出现了订单排队的现象 今年公司有可能会调高资本支出 那么最快下一季的法说会就会宣布 而全球的半导体 2%的产业生长目标依旧不变 我问你 董事长您说您觉得苹果 还会再称霸全球几年 命令大学生第一个问题 台积电董长张忠谋差点招架不住 博尔亲自到校园谈大学生活 心情不错的莫里斯 这次连敏感的苹果问题都侃侃而谈 苹果能够战霸多久 这是没人可以回答的问题 我觉得他可能会成功蛮久的 再讲苹果产品的实力 博尔这几年传出一直想抢苹果订单的张忠谋 在演讲会后 也不免替自家产品大声心心喊话 28的奈米是因为我们的新产品非常成功 28奈米的需求好像是正在增加 是不是我们会调高我们的资本支出 我想这个是有这个可能 先进制程订单开始排队 今年台积电资本支出 渴望从61美元向上加码 也激进台积电股价冲到近10年新高 再看看去年财报表现 台积电第四季缴出营收1100亿的成绩 倒是联电244.3亿和格罗方德 大约251相较 两者差距不大 却是联电近30多年来 首度痛失全球晶圆代工二哥的保护 我一直就呼吁是我们要把汇率搞得稳定一点 事实上五年以来 五年以来这个台币对韩环 就是韩国的货币 升值了差不多30%就有 趁着公开场合再度喊话 希望政府汇率多帮忙 尽管28奈米产能起爆 不过张忠谋认为展望今年半导体的成长 能维持2%左右 没有特别看好或看坏 也给外界对景气春艳 多了点想象的空间 东方采用新闻 欢迎李杨丽台北报导